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卖压出笼 很久没有动的金融股 今天倒是都红通通的 那么奇怪的是 强势股涨多拉回 财报好的跌得更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冲下写的星期五之后 我们要问 这只是健康的调节呢 还是说万点派对要进入警戒了 下周看盘的重点 等一下我们请专家来告诉你 当然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 一个热门焦点股 就是特斯拉供应链 向来的当红炸纸机 今天通通输给了一张椅子 怎么讲呢 何大董事长证实说 Model 3他被砍单了 因为椅子做不出来 我们要问这个是特斯拉求好亲切 还是说 做不出来有其他的理由 你说不出口 找了这么一个烂借口 下个星期投资人 还能把特斯拉供应链当成红军吗 今天我们还要来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另外一个当红的族群 红好几天了 MOSFET要怎么砍 很多人还砍不出来 MOSFET 那到底是什么 翻译成中文有13个字 不懂没关系 反正它已经红好几天了 我们要问 这个族群 它到底是做什么东西的 那我下个星期 我想跟今天要买 会不会有追高的风险 要怎么买呢 一开始我请示冲 赶快带我们来看看 特斯拉供应链 今天今天清顺顺顺 想都没有想到 MODEL 3急着拉货的同时 居然大家输给了一张座椅 对 没错 今天台北股市的 一个沙盘中心就在MODEL 3 尤其是特斯拉相关的概念股 你看很多 包括说车用电池的 很多盘中都打到这个跌停 甚至很多股票都大幅的下挫 很多人就觉得说 为什么特斯拉在这个时候的概念股 会出现大跌 因为我们知道说 之前MODEL 3不是订单非常满载吗 打到说 你这个MODEL 3一生产出来的时候 股价一定会大涨 但是很多人就直接质疑 这个伊隆马斯克说 你年底真的有办法 交货到2万台吗 结果果然没有错 这个特斯拉在之前就讲到说 他的确 他自己承认 原本我们6月到9月 应该要交车1500台 但是没想到我们到目前为止 只有生出269台 的确生产出现一个卡关的状况 后来又传出说 可能有出现一个砍单的情形 好 今天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说 我们没办法问到马斯克 但是我们可以问到台股的供应链 好 很多记者就去问了 这个核大董事长沈国荣 就问说 你有沒有出现那种砍单的情形 结果没想到沈国荣 他自己承认 他说没有错 我们最近的确是接货到 特斯拉的这个订单 每周从5000套 下降为3000套 也就是砍了四成的这个订单 他证实这样的消息 他居然全盘托出 诚实的背后 我就很好奇 怎么会把这么细节都告诉我们了 我觉得这是这样子 因为沈国荣董事长他的核大 在这个金融海销的时候 曾经股价非常非常低 所以非常低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法人 或是很多大客户 给他非常大的支持 但是他就秉持就是说 他有讯息就一定告诉人家 所以你知道 他为什么在这一次的时候 自放利空 也就是说这是必定发生 这可能未来几天之内 他不讲的话 很多供应链可能也会讲出来 他就只好说我自己先讲出来 以免说 我宁可是从我口中 我不要说这个不诚实的话 他秉持一个诚实 以告的一个态度 好 那他讲了一半 就是在帘子后面说了说 因为部分供应链的厂商的 产品良率拉不起来 那这个部分供应商 当然不会是他 到底是谁 对 我们在想说 那到底是谁 现在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座椅生产不出来的这个状况 他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因为座椅生产不出来的 那个情形吗 俊相 你知道吗 如果你现在有去试开过Model 3 你会发现到说Model 3的椅子 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 我们知道说 你看 这是后座 后座你会发现到说 他的椅子 这个座椅非常非常短 那非常非常短不说 俊相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椅子 前座后面通常会有文件夹 在这个地方 可以放文件的 就他也没有设计出来 你说非常非常短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臀部坐下去的时候 是很浅 很浅 你坐在里面的话 会觉得很不舒服 甚至有一点脚都没办法 放到底的那种感觉 另外还有怎么样 就是说那个扶手 好像也没有设计出扶手 所以整个设计都很怪 现在传出来就是说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椅子 出现了问题的一个状况 今天的问题我们觉得 怪怪 哪里怪怪的 你一个电动车 你觉得会出问题会出在哪里 我在想应该跟电有关的 Somewhere 电池 电容 或是其他的什么元件之类的 你就像卡在一个椅子 更可怜 就像我们原本也以为不可能 但是后来你去看 这个特斯拉的 从Model S跟Model X 这几台车子 你还发现到说 他吃他椅子好像真的有问题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先从第一台车 Model S开始讲起 Model S是这种主打高级的 这种跑车这种系列 好 所以一开始 一用马斯开在设计 Model S的时候他就说 我一定要让老板 因为这可能四开的都是老板 或是这个知名人士 要让他们有尊荣的感觉 所以他还特别设计 他在后座设计 从所谓凹式的这种 也就是说以前这个 好像类似跑车这样坐椅 让你完全舒适的 在那里面 而且他要求说 我这个椅子一定要皮革 全部都是皮革 那里面他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就是他的扶手 一定都有一个双杯 就是双杯架在那个地方 他设计的就是非常好 他原本设计的非常好 那设计是这么好 他想说 我一台车要卖到 接近180万新台币 怎么能够随便乱做 所以他当时下单 给澳洲的一家公司 那结果澳洲一家公司 按照他的设计组 开始做了做 做到之后 成品出来的时候 就想知道 马斯克看到生气到不得了 他说你做出来的这个品质 根本就好像没有办法彰显说 我是一台170万的这个车子 他很生气 很生气 好 他想说那就算了 大家这一次就继续合作 就没想到Model X 出现一个更夸张的事情 他还是下单着这家公司 那下单给这家公司的时候 发现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Model X 是一台休旅车 休旅车后面的椅子 要能够把它平躺起来 平躺起来 收起来的时候 发现到说后面一排椅子的 最外面的这张椅子 他在紧急刹车的时候 他椅子会往前冲 就你知道这个问题 出现安全问题 就导致去今年的时候 特斯拉召回Model X这台休旅车 所以你知道之前你看 Model X坐得不好 Model X又出现这个所谓的 安全问题 他都觉得很气很气 所以你知道 后来他在设计Model X的时候 他做了一项决定 他就说别人都做不好 我们自己做 我们自己来自己设计 自己生产 他就说这是史上 从来没有人这样做 以前车厂椅子都已经交给人家做 所以他是这样做 很多厂商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椅子 它不是毛利很高的产品 你这样自己做的话 会不会导致说你整个工厂的负担 太重的一个状况 你这样听这个历史的众声拉出来 你会发现说卡在椅子也真的是 2012年马斯克演说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让人家觉得 有这么一回事吗 他说世界上有几样东西 是最最难制造的 其中包含一座很舒服的椅子 他自己讲的 好几年前他讲的 结果后面我就说一语成诚 每一张椅子都出问题 你说收回来做 对 那我们就来讲说 到底椅子有真的真的真的 那么难做吗 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讲过说 车子其实最难做的不是椅子 因为车子最难做的是 跟安全有相关的 包括说刹车系统 油门系统 转线 那个才是最难最难做 车子有这么难吗 我们给大家看 你看车子是什么 你只要做 当然要一个骨架 骨架的这个状况 然后下面的话 整个就是一个弹簧 下面这个椅子上面要有弹簧 下面要有悬吊跟调节的机关 上面当然是铺上坐垫跟弹簧皮革 这样就可以弄起来了 因为特斯拉比较不一样是说 因为它还有一个电子的系统 所以再把一些电子系统 相关的东西 就把它镶进去就好了 说实在 你说这个技术难度很高吗 我们问了很多 在做这个车子供应链的 他都说其实这个难度没有那么高 就像我们举这个椅子为例好了 这个椅子当然不是特斯拉的这个椅子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种东西 它的结构就是那么的简单 它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吗 你完全看不出来 有很复杂的结构所在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Model 3 让特斯拉觉得出不了场 是因为他坐下去的时候 他说这个地方很浅 他说这个众声很浅 他变成是说 你坐的时候 你可能只有这样而已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你一张椅子的这个众声 是有这么难量吗 你找人来试坐 不就一个统计数值就出来了 就像点出了这个 整个很特别的这个状况 你会觉得说 特斯拉连最难的车架 连最难的电池 整车设计他都设计得出来 就居然败在一张椅子 你说得过去吗 就这种我们打个比方 就好像一个博士生 他什么题目都考得非常好 就居然1加1等于2 这种很简单的问题 他答不出来的一个状况 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所以现在就有人怀疑说 好像不是椅子的关系 是不是你有什么其他的供应链 出了什么问题 你现在没有办法讲 那就知道我把过去 因为我椅子已经出包太多次 那就把他怪罪到椅子身上 所以到年底说要出货2万辆 大家一开始就打一个 结果现在真的是出不来 结果立空会计价格一样 最不可能出问题的椅子 会不会是一个超级无敌烂的借口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怀疑 不过讲到特斯拉 他对台厂的这个冲击 不是只有一张椅子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 压抑的一个消息 入去出了 对 特斯拉目前在砍单 砍单的话 当然对台厂供应链 短期上是一个利空 但是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 还有一个更大的利空 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发生 之前很多 你要来上海设这个工厂的时候 你要跟我们中国合资 因为你还要有技术的授权 就这次他给他全资 给他全资 所以是等于很大的优惠 那他就想说 这样他可以减少25%的关税的话 他价格可以大概 如果未来在中国卖 可以少三成 那少三成的话 当然对他竞争力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这个有什么要担心呢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听到这个地方 我没有想到担心 因为为什么 特斯拉卖得好 那我台厂供应链我就销得多 这是好的 水涨船高 君先生你知道吗 因为中国还有另外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要把自制率往上拉伸 自制率往上拉伸的时候 你要用的是什么 中国大陆本身的供应链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可能被迫要慢慢的增强 中国大陆本身供应链 而且你为了要卖给 中国大陆的民众 你一定要说我这个所谓零主件 全部都是MIC 中国制造 所以他被迫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就是 未来他到上海去设厂之后 他被迫要把很多单 可能从台湾的厂商 开始慢慢的移转到中国大陆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特斯拉它背后有个大股东 就是腾讯 腾讯的话当然是肥水不弱外人田 一定都是把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所以我觉得未来特斯拉 如果假设在中国大陆 卖得非常好的同时 台厂真的要担心 这个单可能会慢慢慢慢的 就流到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去了 好 这个事情就不是一张椅子说 今天特斯拉概念股 才顺顺的问题而已 那是更大力道 更全面的压抑台厂的能量 幸福来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会发生吗 很多投资人他下个星期想说 我还以为只有今天是因为椅子 接下来可能短空长多 如果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话 未来在特斯拉供应链的布局上 你有什么建议 那我们这边有把今天整个报纸上所提的 整个特斯拉的概念股 它第三季的营收 给大家做一个整理 例如说像做这个电池限速的 包括像茂莲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第三季的营收QOQ成长22% YOY更成长了88% 将近成长一倍 这个当然预期财报的部分表现会非常好 那核大你也可以发现 QOQ成长了4.6 YOY也有23% 后面当然你说像维森 包括像以胜 雅光 甚至包括像同志 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第三季的营收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这些公司QOQ YOY其实都是呈现什么 呈现衰退的 那当然我们常常讲 股市它中长线是什么 反映你财报跟获利的一个表现 那我觉得从这个价值投资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特别要强调 你营收跟获利成长的话 未来你的股价 你的股价一定会跟着 慢慢去做一个反应 那我觉得其实像以特斯拉这一次 他先做一个所谓可能先暂停 这个部分生产的原因 我觉得如果跟过去 他一次要召回一万多台车比较起来 我觉得特斯拉他这一次是聪明的 他做对了 他宁可晚出货 他也不要一直召回 因为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或许他达不到他当初承诺的 今年年底要出两万台 但是我如果急救张 然后拼命出 拼命出 反正管他的 反正人家车都订了 订金都付了 我就出给你 管你的 你都已经下定了 出给你 但是你要想到 万一又再出现召回 那是不是代表什么 代表我到时候要花更多的成本 来处理这些所谓的瑕疵品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这一次 马斯克他是聪明的 我先至少 目前我就做得慢 又发现有些问题 那我干脆 我现在先把脚步放缓下来 那可能到时候我提出一些优惠 即便一些折扣给你 也比你到时候 货出到人家手上 再来做召回 可能一次要花更多钱 这样来得更划算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在看这个产业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看 假设今天是产业趋势向下 那当然可能这个公司 他的业绩跟获利 明年可能就会递减 但是如果说以目前 整个特斯拉 特别是Model 3 这个预定的数量高达 50万台来看的话 我觉得经过这一次的 这个短线上的这个产线 调整之后 其实明年整个特斯拉也好 或整个电动车也好 才要正式的进入了一个爆发期 那我们来举刚刚所谓看到的 这个所谓茂联KY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发现 像茂联KY 它就是一档符合什么 获利逐步成长从4.21到7.06 到7.1到这个8块多 去年跟前年都赚了8块多 然后今年有机会 跳到一个股本以上 赚一个股本以上 其实我看到的报告 不管是外资的或本土的券商 今年他们都估茂联 大概可以赚10到11块 10到11块 然后明年是什么 明年可以赚到15块 你可以发现 这个茂联 它的一个成长动能 你看这个角度这么样子的抖 这么样子的抖 成长性这么样子的高 而且你可以发现 从这个每一季获利的一个拆解来看 都是什么 到年底的时候 特别是第三季跟第四季的时候 营收跟获利都会冲高 营收跟获利都会冲高 那以这个茂联来看的话 第三季的营收 就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 其实它是创下了公司挂牌以来的历史新高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财报 11月15号公布之前 刚好如果说这一次 因为大盘的利空 然后就说Tesla这个利空 让这个个股掉下来的话 其实我反而是觉得 可以大家去逢低做一个 所谓减便宜的时候 那特别是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大家有时候常常在想说 到底本益比什么估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什么 高成长就会有高本益比 高成长就会有高本益比 那如果说明年真的 这个茂联可以赚到15块的话 其实你用20倍的本益比去算 我认为在20倍以下的本益比 20去乘以15 大家去试试看 20倍以下的本益比 真的都是非常的便宜 那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除了看基本面之外 我们要观察一下 这个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筹码面的变化 另外来说的话 其实我也帮大家做整理 你可以发现 像在这边来说的话 最近从这一波 大概起涨区以来 起涨区以来 买超茂联最多的 其实是港商 叫一家叫麦格里证券 麦格里证券 麦格里证券来说的话 他最近在操作茂联上 绩效非常好 赚了7991万 接近8000万 那你看到其实他在这里来说的话 他买了之后最近有出吗 好像都没有 整个持股一路的维持在高档 那这边来看的话 整个外资 法人的部分 也是一路的一个加码跟买超 所以我觉得 从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面形态 还是维持多头 好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到 今天另外一个热门族群 来看这整集 我们每一个字都念得 MOSFET 这倒下来要怎么念 很多人可能念不太出来 叫MOSFET MOSFET是什么 翻成中文13个字 来 金黄来告诉我们 这个热门族群 到底在热什么的 这个原件到底在做什么 过去不认识它 现在我们应该要好好认识它 可是它已经红很久了 每一天都是热门族群 现在抢进会太晚吗 可是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MOSFET是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金属 氧化物 半导体 场效 电晶 我弄起了 13个字 通通都念给你 那它到底是要干什么 其实在这个电晶体里面 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构 它结构是怎么样的 你看这其实就是上面是一个金属 然后这个跟氧化物 跟半导体相连结在一起 那这个原理是怎么样 下面这一层是半导体层 对不对 半导体层 这个地方叫原极 这个地方叫极极 那电是怎么样的 是从原极这个地方流过去 走着电子通道到极极这边来 那可是你有时候要让电流过去 有时候不让电流过去 要从哪里抉择呢 就在上面这一块的所谓杂极 就跟门一样 它控制了它 控制它什么意思呢 当今天杂极这个金属所制成的杂极 当它对下面下电压的时候 电就可以流过去 可是当今天如果杂极说 我不要让电流过去的时候 它就不要对下面下电压 这个有一点点像什么 像伦敦的那座铁桥 有没有 铁桥就升起来的话 通通不等过 放下来的时候才得通行 开关开关就是MOSFET 最大的一个特色 没错 它就通过这个杂极 去控制电 可以流过去或是不可以流过去 流过去跟不流过去之间的差别 所以它可以控制这个电的走向 那所以当用MOSFET的概念 做成一个成品的时候 它就可以干嘛 可以控制电源 所以像你在看到这块板子上面 里面MOSFET应用在很多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 这边也有 这里也有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MOSFET的应用 这张图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是一个CPU的模组 CPU之间的所在 它要能够正常做动的话 旁边你看 几颗MOSFET 我们帮大家highlight起来 这个是看得到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个CPU配三个MOSFET 也就是说那么多电路板 有这么多需要电源的地方 都看得到它 没错 那为什么这个族群 会大爆发呢 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 应用变多了 虽然是一个旧的概念 但是新的应用变很多 比如说VR AR的产品 要不要直接拉它 要拉它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需要用到很多电子的产品 不管是智慧型手机 甚至我们现在讲到的电动车 因为你要知道一台电动车 用到的MOSFET 会比过去传统车子 还要多10到15倍 多10到15倍 相声告诉你什么 MOSFET产品的使用会爆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的状况当然是什么 当然就爆发了 而且我们要讲的是说 未来这个电子产品 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前提之下 MOSFET的需求 当然就会一路的畅旺 好 永连哥 来告诉我们 MOSFET它每天都高居热门族群里头 现在这个投资朋友 看到我们在 又把这几个英文字又给兜出来了 现在要买会不会太晚 有没有追高的风险 其实我们如果单纯 从短线上来看的话 确实有一些风险 因为他们在基本面上来讲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因为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它基本面上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获利 其实年度的获利 大家看 其实真的不高 以每一季的获利来看 真的也是不高 像它在第二季的时候 因为第三季财宝还没出来 像尼克森 富顶 大宗 这三堂股票 除了大宗 它在第二季 它在今年第二季 它获利是1.05元之外 其他的两档股票 获利都是0.12元 真的是不高 然后我们再看 它过去五年 它们这三档股票 它们这个发放鼓励的状况 你也可以发现 像尼克森 它五年都是零 完全没有发放过鼓励 富顶也是到了最近这三年 才开始发一点点 大宗比较好一些 它过去两年都发了 各发了三块钱 所以如果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其实看起来好像它们并没有什么利多的样子 可是最主要是怎么样 最主要它们现在跟被动元件有点像 被动元件之前 因为它们进入的门槛很低 所以大部分大家一窝蜂在生产 可是到了 所以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大家都没钱赚 所以都开始大厂都退出了 现在剩下少少的几家在生产 结果现在突然之间 因为这种电动车这种什么 这些这个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非常大 所以这个供不应求了 所以它们最近这个股价的走势 之所以会涨那么多 原因是在这里 我们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月线图 这个是这个负顶的月线图 负顶的月线图我们可以看 它这一个月它的涨幅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大 那可是如果你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 它用了七年的时间做出一个底部 它这个月一根长红拉起来 已经突破七年的底部了 那所以在以长期的观点来讲 它应该是还有高点可期 所以长期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短线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 以前的长期的一个头部的压力区了 所以短线上可能会稍微的震荡一下 永连哥再问一下 今天如果这个突破之后 我还要继续等吗 等它在盘的夯的11点 我在进场吗 多少价位是一个投资人可以考虑 OK 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它现在是带量突破这个压力区 那带量突破压力区之后 我们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 如果说它是量缩 开始继续往上飙升的话 我个人认为可以追 因为这表示怎么样 这表示筹码都已经非常沉淀了 那如果说反过来讲 如果说它还是大量不涨 或者是震荡拉回的话 我们就看 我们刚才有画了这一条这个切线 这条这个切线的位置 大约是在这个30 差不多在34块钱左右 在34块钱左右 拉回来这条切线不破的话 那么应该是可以做一个 逢低承接的动作 OK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 在接下来这一档股票是尼克森 尼克森的基本面确实是比较差一点 可是未来的前景应该还不错 那再看它的这个月线图 这个也是个月线图 我们可以看 它用了五年的时间 做出来一个W底 那W底而且它已经突破了 这个28块三毛这个颈线的位置 那今天这个收盘来到34块 那么我们现在要注意它 这个W 长期的W底成立的 理论上来讲 它应该还有高点可期 它这个应该有机会来挑战 它在这个六年前的这个高点 大约是在这个40块这个附近 应该是有机会 不过短线上 因为它刚刚突破了十年线 那刚刚十年线 刚刚突破这个颈线区 所以在短线上 有可能会稍微拉回来 震荡整理一下 那拉回来震荡整理 如果只要它不破28块5毛 28块3颈线的位置的话 那投资朋友 还是可以值得观察 你看到了40块 然后它的地板是28.5 对的 OK OK 好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一档股票就是大中 那大中这档股票 在这个三档的这个 Multiped的这个股 概念股里面 它是属于基本面最强势的 所以它的股价 也相对来讲比较高 我们前面两档看的 都是三十几块 它这档股票 今天收盘价来到119块 它为什么能够来119块呢 我们这样子讲两个原因 第一个基本面之外 第二个呢 你可以看 它这个是周线图 它这一路以来 它都是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量价非常配合的一个 一档走一个股票 那也会表示怎么样 表示它的筹码非常的稳定 所以这档股票呢 它今天 它这个月呢 能这个礼拜能够拉出一根 长虹来创新天价 它是其来有志的 那当然它因为呢 它现在已经来到呢 这一个长期的这个切线 压力的切线了 那在这边呢 可能短线上 可能会要震荡整理一下 不过呢 我们是这样子讲 只要它能够站上这个长期的压力线 这个压力线大约是在123块这个附近 它只要能够站稳 站上站稳的话 那么呢 就有机会呢 再来继续的创新高 好 这是MOSFET 有林哥给大家的建议 还有今天另外一个热门焦点股 就是联发科 我们每一天在扫这个热门盘的时候 都会谈到AI股 AI就是常常谈到的就是 世心跟创意 那IC设计一哥 联发科呢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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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今天 青皇进一步要来告诉我们 联发科今天就很有梗了 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 推出了什么秘密武器 让外资调高他的目标价 没有错 外资的券商针对联发科 把他的目标价 从460块调高到520块 而联发科在近期确实也一直在涨 而且在今天盘中最高涨到346块 虽然最后这个收场的时候 收到330块是下跌的 但是联发科这些真的来的表现强势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大家就去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联发科会表现这么强势呢 这里面探究下去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大主要大对手是谁 高通 那高通 我们都知道高通现在遇到什么状况 各国都要求说 你要调降你的专利授权金 调降专利授权金的时候 高通过去在跟联发科竞争的时候 是干嘛 因为我高级的晶片 我跟你竞争的时候 我跟你杀价竞争 我把我每片销售单价调降 调降之后对联发科来说 是不是有压力 有压力有什么压力 他的利润率会下降嘛 所以高通在面对到 这所谓的专利授权金调降的情况之下 他不想失去他的获利 所以这个所谓的每片 这个晶片销售单价的降价这件事情 他可能就会hold住 就不会降那么多 那对联发科来说 他可以喘一口气 那联发科另外一个对手是谁 展讯 后面的追兵 可是展讯最新的智慧晶片的表现 看起来状况 也没有像联发科跟高通解决方案好 所以对联发科来说 前后两个对手 看起来都有了一些状况 这让联发科得到了一个成长的空间 喘息的机会由此而来 那我们过去都讲说 联发科他跌在哪里 跌在那个高阶的晶片 手机晶片在那个地方跌倒 他如何经过了一两年的休养升息 今天站起来 被调高他的目标价 好 没错 因为联发科在最近他有三大利多 哪三大利多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 他前一阵我们说 他的小经济会顶 做指纹辨识 对啊 然后没想到一上市 他说他的市值规模 就比联发科来得高 那现在传说来说联发科 要卖掉会顶5%的股权 这5%的股权相当于台币102亿 相当于台币102亿 对联发科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溢注跟弥补 那这样的对联发科的溢注 是他的第一个利多 那另外他还有两个利多 这两个利多 我把它称之为联发科 最近的获利两件 这两个获利两件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阿里巴巴 下单给联发科 要做所谓的 ASIC晶片 什么是ASIC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ASIC晶片 这A是Application 然后S是Specific 就是说 专门替客户客制化的晶片的意思 他帮马云客制化阿里的晶片 拿来做什么呢 拿来做智慧音箱跟AI的部分 这个等下我们会说 那另外一支件是什么呢 另外一支件就是联发科 他会现在找到新的旧式晶片 就是他的P40 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两把件的时候 首先先讲到他的客制化晶片 联发科在这一块 长出自己的一个新的市场 跟营收来源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开始要帮客户做什么 以前我们都知道 联发科的这个手机晶片 一推出来公版规格大家用 可是联发科现在可以怎么样 帮单一的客户 像阿里巴巴 客制化他的晶片 那他的晶片用在哪里 他帮他使用在所谓的智慧音箱上面 所以阿里所推出来的智慧音箱 就会使用到联发科 帮他客制化晶片 除此之外 阿里云说要推所谓的AI 要推AI的时候 这个客制化早上的服务对象是谁 也是请联发科 来提供他这个客制化的服务 所以也就是说 明年要拉货了 对不对 阿里巴巴的智慧音箱 明年拉货里面的这个晶片 是联发科做的 也就是他对外宣誓 我已经一脚切入了AI的市场 而这就是他的代表做了 没有错 而且除了阿里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客户是谁 就是网通设备大厂思科 思科也是他的客户 甚至传出来另外一个 网通设备的二哥 也可能会把订单给他 所以你看到这一块 联发科在这所谓的 客制化晶片这一块 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客户 像在这个地方你看 他还有可能会有谁 亚马逊也有可能变成他的客户 所以你会发现说 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家伙 都变成联发科 这个所谓的客制化晶片 这个部门他的大客户 这个大客户开发出来的 这个事业明年预估 光是ASIC晶片 可以依注60亿的收入 没有错 光是在这边 就有机会依注60亿的收入 所以我们说 这是他的获利的第一件 那获利的第二件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联发科过去 跟高通在高阶产品竞争的时候 他有个X系列 那这X系列跟高通竞争的时候 状况不理想 那所以拉获利到不理想 所以对联发科 新的这个执行长蔡立行来说 他觉得说 我们花那么多资源在高阶上面 可是竞争出货状看起来不理想 那不如怎么样呢 我们砍掉他不要做 或者说少做 可是我要把重心专利 focus在哪里呢 要把它集中在所谓的 中阶晶片的部分 中阶晶片的部分 这个是什么呢 是这Helio P40的晶片 那这P40他要跟他打什么 我虽然一样是中阶偏高阶的晶片 但是我要跟你比什么 比性价比 我的价格就是要比你便宜 这是玩真的玩假的 你说高阶已经曾经那一仗 真的是灰头土脸 被高通的晶片打趴在地上 现在卷土重来要抢攻中高阶市场 没有错 我们就把联发科跟高通 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高阶晶片 比一比 你看联发科这边的产品的定位 它是4G8核心的设计 高通也一样是8核心 可是在这个晶圆代工的部分 制程稍微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在高通是给三星的10奈米 可是对联发科来说 它是走台积电的12奈米 但是他们两个价格有没有差 这就是最大的落差 因为高通的这一颗晶片 大概是15块美金左右 所以你是用台币的概念去看 大概是450块 可是联发科这个是11块美金左右 价格330块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价格 比这个高通便宜很多 可是他的意思说 我价格比你便宜 但是我性能绝对不会输给你 幸福哥们说看 那既然联发科他的前景看好 已经被调高他的目标价了 那投资人 我下礼拜一开始 我就去买吗 还是我就干脆等你拉货的时候 中间这段震荡我就跳过 明明第二季的财报这么烂 才赚了1块多 怎么联发科的这个股价 就大概在财报公布完毕之后 股价就一路从200多块 一路就慢慢慢慢 那现在已经走到了300多块 300多块以上 你可以发现在这里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蛮多家的一个外资 他们认为说联发科 今年是已经度过了 他的一个最惨淡的时候 第二季应该就是他 营运的一个低点 营运的一个低点 那从明年开始的话 搭配他新的晶片 要开始推出来的话 整个的这个所谓 营收的成长动能会开始恢复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从外资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在这个财报 大概在6月 这个4 5月 6月的时候公布之后 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一路的从这个低档区 开始做一个布局 做一个布局 然后近期 这个获利程度比较大的是 新加坡瑞银这个厂商 他买了那个 7752张的这个联发科 那进获利是有高达3亿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因为联发科 他第三季的营收 YOY还是负的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是还不错 但是今年它什么 调整其实还刚刚要从谷底上来 还没有转正 第三季的YOY还是负的 但是它是符合之前法说会上的一个高标 所以我觉得 其实针对这种 刚刚从底部开始复苏的股票 其实你要注意它不是什么 不是走喷出型的 不是走喷出型 它是你有低回来的时候再接 那这个低到底多低呢 我这边在股价上特别画了一条横线 给大家做个参考 联发科之前大概两次 要试图来供这个300块的时候 公败垂成 第一次供300然后掉下去 第二次呢 再来供300又掉下去 到最近第三次供300块之后才一举突破 正式站在300块 那如果说刚好这次大盘呢 是要开始做一个拉回测试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一条红色的线 就是把之前联发科两次 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 大概是301 302左右 把这两个前面这个高点做一个连线 如果说刚好有拉回来这边是什么 这边其实我觉得联发科就是可以下档成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讲如果就技术面的形态 之前这条线因为它没有过嘛 没有站稳它是什么 它是压力上档的压力线 但是一旦呢 它带量突破之后 它就变什么 压力会变成下档的支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联发科 因为它第三季的营收 还是是慢慢开始回胜而已 不用急的追 但是呢 如果说有回到这一条 我们刚刚讲的 压力变支撑的这条线以下的话 我是觉得以目前各家外资给予的联发科 可能400多块的啦 350以上的其实也蛮多价 其实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这条线以下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参考点 今天台股真的是猪羊变色 10点25分一线化开 我们看到它碰到了27年来的新高 10800站上去之后 卖压涌现 奇怪了 强势股 涨都拉回 财报好它跌得更深 大家就害怕了 这万点派对 行情要结束了吗 还没 等一下回来 专家来告诉大家 下个星期布局 你要注意哪一些焦点股 今天台股到了10点25分之后 卖压涌现 大家本来以为价量齐阳 今天要一个Happy Friday的 菜总告诉我们 这10点25分之后发生什么事了 好 我们看最近台股有一阵子 这个K线很容易形成黑K 黑K就是开高走低的 为什么我们想说台股成交量的结构改变了 9月份每一天的成交是1143亿 五年半的新高 但是内支的占比突破了6成直逼7成 这个跟过去不太一样 外支为主变内支为主了 内支盘的话 过去我们注意到一个面向 就是说涨的股票广度会增加 越多类型的股票涨 但是我们少说了一个 稳定度也不足 今天开盘的时候 盘前大家看到美国重量级的财报 谷歌 亚马逊 微软 英特亚 很好 所以大家就冲 马上创27年高 10800 但后面发现不对 稳定度不足 今天你看 尤其财报越好的旺宏 台郡 结果股票急杀 但是有理由 为什么 旺宏今年已经涨了4倍 第一标股 大家开始调解了 到了尾盘的时候 猪羊变色 所以今天台股激烈的震荡 超过了百点 那么今天的盘面 还注意到两个特色 就是财报好的跌更深 强势股也转趋弱了 那友联哥来跟我们说说看 大家会担心说 居高思维 那万点派对行情要结束了吗 对 现在看起来 如果单纯从技术面看起来 真的会让大家很害怕 很害怕的地方有哪个 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超过了1450亿 让这么大的量 当然会让大家收黑 又让大家认为说量价被离了 那么好像有阻力压低出货的味道 当然大家会很害怕 可是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因为1460几亿 其实还不算是一个大量 如果超过1700亿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一些了 第二个重点在哪里 在于说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五日线跟十日线 呈现了一个空头排列的现象 一个空头排列 好 那么我在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做个纠正一下 什么叫纠正就是说 五日线跟十日线向下交叉 我们只能叫它做空头排列 因为死亡交叉它有两个严格的定义 第一个就是两条移动均线向下交叉 没有错 已经符合条件一了 可是第二个条件更重要就是要两条中长期的移动均线向下交叉 这个才叫死亡交叉 什么叫中长期的移动均线呢 最短的也要纪线 那么最好是纪线跟半年线做向下交叉 这个才叫死亡交叉 所以这两条移动均线 五日线跟十日线 它只是一个很短的移动均线 只要一根长红就可以把它全部扭转回来了 所以它不能叫死亡交叉 所以也就是讲说 简单的讲下个礼拜上半周 只要来一根长红就可以把这个空头排列的 这个短期移动均线扭转回来 那大盘再度展开一个波段的反弹 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进一步永年哥来跟我们说看 今天就两个 你今天强势股 结果转趋弱势了 然后财报好的 因为陆陆续就公布财报 这财报一出来之后 本来明明很好的 结果财报越好 杀得越重 那下个星期大家就说了 我要怎么看呢 对 其实我们台湾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你看 大家看一下美国 他们这个财报一公布之后 像IBM一公布 好得不得了 它立刻大涨了百分之八 那么可是在我们台湾不一样 台湾我们这个人家说 我们台湾人比较聪明一点 这个外国人 犹太人比较笨一点 所以他们都直接反映 表现好 财报表现好 股价就大涨 股市也大涨 那我们是怎么样 是你财报好 财报表现得非常好 可是它会出现怎么样 它会出现一个利多出境的走势 像今天 像昨天公布的财报 台郡财报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结果今天一开盘打到跌停板 其实今天这个台郡的一开盘打到跌停板 就已经给大家提供一个警讯了 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利多不涨 利多反跌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个就是近期波段的创新高的个股 今天也出现大跌 像是最近很夯的 像是文茂 像是创意 世新 敦南 清淀 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要不然就是在这两天出现了这个 创了这个波段的新高 那涨幅都已经达到 差不多将近有一倍左右的这些股票 那全部都出现重挫走势 可是出现这些重挫走势是不是表示 我们这些股市就此完蛋了 我个人倒不觉得 我反而是觉得说 因为就像刚刚蔡总讲的 因为现在很多散户开始勇于进场承接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开高走低 这些个股的重挫走势 反而有可能是怎么样 一个在下一波上涨之前的洗寒的动作 好 我们讲到了一个重点 散户进来了 大家口口吹 口口吹 还有什么可以买的标的 蔡总 带我们从筹码面来看到 今天盘面我们注意到金融股 终于轮到金融股 士气如虹了 是不是开始整个大户也好资金 开始进行轮动 轮到他扬眉吐气了 靳想 今天虽然大盘震荡高达百点 但有一个类股屹立不摇 开盘大涨 到了收盘也没跌 是 就是金融股 我们股票有时候利多上涨 还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利空不跌 表示什么 筹码安定吗 好 那今天金融股老实讲 利空至少三个 今天开盘之前翻开报纸 你想说完蛋了今天的金融股 全部都是坏消息 第一个 你看 列列不成 已经先踩个雷 庆负 这庆负我们讲过 没错 银行年代高达205亿 现在主办的银行 第一银行说 可能最大的损失是125亿 不晓得这个金额 你看 第一银行35亿 对 那这样合作金库 华南银行这些 大概28亿等等 哇 应该很多 看到这个你就会想到 他们的股票今天要完蛋了 第二个利空 我们说去年赵风金的纽约分行 因为疑似涉入这个洗钱 被美国划了57亿 对不对 今天还有 最近还有 泰国的纸行 把客户的换汇实际的额度 把它虚报 三个行员一共怎么样 坚守制造 大概有3000多万 还有一个金城银行 这个我们讲过 这个我们讲过 7月份的时候讲过一个礼专 挪用客户高达5000万 然后呢 你本来以为没事 现在换了一个雇主委 对不对 划 不仅对金城银行划600万 而且停止蛮严重的 营业部停止受理新客户 办理金钱的信托 而且合作推广的保险商品 也停卖 三个月等于是说到年底 老实讲这个金城银行 生意就不好做了 所以三个利空开盘之前 报纸就白纸 再次登给你看 他们今天一开盘 股价不便宜 低金是跌 也不过跌1% 竟然赵峰金跟金城银 都还没跌 所以蔡总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利多上涨 利多上涨 利空不跌的财力一下 金融股就是这个状况 好 俊强 我们帮所有的观众 进一步追踪 未来金融股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消息在后面 第一个 昨天晚上 欧洲央行ECB决定 从明年1月份开始 把每个月购债的金额 600亿欧元 降一半到300亿欧元 但是持续到明年的9月 这代表什么 热情的party结束了 结束以后 会有一个国际的现象 要升息了 今天热腾腾公布 9月份警器对策信号 一口气增加5分 达到30分 距离黄 红 灯 就代表警器热起来 只差2分 这是6年来最强的灯号 这个意味什么 我们到第三季 我们的央行是连续5个季度 停止升息 紧接着在未来就有可能升息 好 结论是国际的环境 本身的环境改变了以后 升息对哪一个类股最有利 金融 会不会变成点燃金融股价的 一根引擎 对 好 再过来 有一个国际会计准则 第9号的公报来袭 这四个字母IFRS 后面是跟金融股什么关系呢 我把这个文言文 用白话文来讲 他们说这个是金融业的深水炸弹 比如说金融业它投资很多的东西 投资债券 以前假如损失的话 它就很简单的估算损失多少 你又不行 照妖镜啊 你啊 为什么损失 然后你是哪一个国家 你是什么样的产业 你什么样的原因 你必须要体裂 统统要瘫在阳光下了 对 而且你体裂的损失就增加了 对 这样对股东是不是好 好啊 对 所以我也听到一个消息 很多的这些金融业 尤其售减金控 今年把这些账都在先调整 因为明年马上 一月份就上路了 所以调整的时候 股价没有表现 但是明年招妖镜来了以后 干干净净 这个财报就值得信赖 再过来 金融业本身的获利也很好 你看护帮金 前9个月EPS 已经4块多了 那今年可能就达到5块 股票还不到50块 本益比10倍 你现在去找别的股票 有本益比10倍了吗 好 那国财经也一样 颈椎栽油3.8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很多有钱高端的朋友 在问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会期不是税改要通过吗 股利现在可能只割26% 比以往合并中文所得税 要割到40% 或者最高的45% 差很多 所以这些有钱的内支 现在钱进来 他买什么 买金融股很稳定 都没涨到 今年大盘涨16% 电子涨26% 金融财产涨多少 涨6% 所以一个落后补涨的概念 永林哥在跟我们说 做进一步的确认 在资金轮动的过程当中 轮来轮 三轮四轮 轮进了金融股 那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 金融股他们的获利 真的有这么差吗 其实没有 其实你可以看 像是富邦金 他在今年第二季 赚0.76元 国泰金更是厉害 他赚了1.24元 你可以看一下 他在过去的几季里面 他在这一季表现是特别的好 然后其他的每一档金融股 都是赚钱的 他并没有赔钱 那他股价为什么不涨呢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筹码的问题 因为之前法人几乎都没有琢磨 可是到了过去这一个月 投资朋友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们提供一个表格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他们在过去这一个月 外资大举的买超 反而是融资余额大幅度的减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以富邦金来讲的话 过去一个月 外资一共买超了33000张 国泰金买超了22000张 那只有元大金买的最少357张而已 新方金大买了51000张 反过来讲我们看散户 代表散户进出的融资余额 融资余额来讲的话 这个五档股票全部都减少 表示怎么样 法人进来了 那反而是散户跑了 散户开始跑 这个现象有点像什么 像以前台积电在100多块的时候 在100块的时候 大家想说外资拼命买神经病 你买那么多台积电会动吗 大牛会动吗 好 结果涨到现在200多块了 大家才发现大牛真的会动 而且会变成火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说 以金融股来讲的话 大家再看一下 刚才我讲的是筹码面跟基本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那以这个国泰金来讲 国泰金这档股票 你可以看 这是周线图 国泰金的周线图 他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他盘整了一年 盘整了一年 上档最高的压力是在51块2毛 在51块2毛 他怎么样就是不肯过去 可是他现在这个收链三角形 已经到了一个尖端的位置 他现在唯一欠缺什么 欠缺成交量 他这个成交量 只要能够达到一个礼拜 能够达到12万张的成交量的话 他就有机会突破这个压力点 开始往上冲 所以投资朋友 是可以值得观察注意 玉山金这档股票 我们讲句实在话 他真的是很温吞的一档股票 他在每次一除息之后 就开始盘 盘到要除息之前 又开始涨上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一直都不动 可是这档股票 我是会建议 如果有投资朋友 你是喜欢做这种 什么定时定额的 或是去买一些这种 这个利息概念股的 存息概念股的股票的话 这档股票可以值得观察注意 因为它每年都会填息 而且它的固定的利率 大概都是利息大概都是4% 年息4%以上 所以这档股票可以值得观察注意 所以永远哥 你刚从筹码面来看的话 当资金轮动轮到了金融股的话 那就代表今天的红通通 不会是昙花一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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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